这一桶手扎饼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刚买来的 然后吃了没几片东西里面全都是软软的 全都是软软的 像这种肉圆子我也是花了心思做的 然后全软了 昨天已经温饰了很多很多 里面肉应该都走位了 应该都走位了 这桶鱼 这桶鱼都软软的 这是一台小米双开门冰箱 左边是冷冻室右边是冷藏室 王女士说今年一月入住新房后就发现 冰箱冷冻效果不好 她打过售后电话 师傅刚开始来了两次没修好 需要换材料 她说要配材料 然后等了很久 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是春节了 然后过完年以后 然后师傅他们上班以后就来修了 换了个师傅来修 然后她修好了 我问她 我说有没有换材料 她说没换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之前不治冷的 那我们也不懂 王女士说那次修好能治冷了 也就用了三四天冰箱里散发出一股味道 然后里面冰箱里有股臭味 所以那个汤圆拿出来 因为变软了以后 我们想想看 刚刚 有可能是刚刚软的吧 我们就拿去烧 然后里面发现汤圆里面都已经馊了 然后就没法吃了 肉啊臭了干嘛呢 也只有扔掉 没办法 王女士又联系了师傅来修 冷冻功能恢复正常了 她就买了不少东西放进去 没想到前几天又坏了 这次修好用的时间比较长 这次可能有半个月样子吧 半个月你觉得算比较长了 对啊 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长了 因为之前都是几天就坏掉了嘛 然后这次就扔的东西比较多 羊肉 猪肉 我家里一冰箱的东西 这次就可惨了 这次扔的东西真的是 我觉得很心痛很心痛的 这次来了之后 师傅就看了看 他也没修 然后摸了摸冰箱的外起 可能他也觉得修不好了吧 王女士说 这台冰箱才使用两个月 上门维修了五次 冷冻效果不好的问题 一直没能彻底解决 她问过朋友 买这台冰箱花了两千多块钱 她希望能换一台 小米方面表示 王女士1月28号 第一次反映冰箱不制冷 售后人员一共上门减修两次 维修了三次 也更换了全新的压缩机和主板 之所以总修不好 是因为售后人员 对这款冰箱的配件型号判断失误 更换的新配件和原配件不匹配 后续两次更换时 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故障一直没有解决 目前 小米愿意给王女士办理退货 按冰箱售价 返还用户2499块钱 同时补偿因冰箱制冷不加导致的 食物损失费500块钱 对于维修人员会暂停他的维修授权 安排到培训中心重新学习冰箱维修课程 腰包黄剑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